诶,实际上啊,就是赵薇啊,其实就是老老实实拍个电影,就是很很蠢的人,知道吗?老老实实的 实际上那个戴笠人的事情闹那么大,实际上也就是一个他的公关团队比较失败,就这样子 不要太把这个公关团队太当真了,知道吗? 实际上那件事情根本就不是赵薇本人的失败,而是他公关团队的失败 赵薇本人有什么错呀,他就拍一部电影赚点小钱,而且实际上拍的还是文艺片 你们还不让他放,实际上说不好听的,中国就没有几个拍文艺片的,你们可以了 你整天看那种无聊到透顶的那种各种各样的拍的很烂的枪战片 其实赵薇每次拍的片子都还不错呢,都都拿得出手的 因为算是国内这个,上次我看的那《自青春》啊,水平很高哦 就真的不知道比那些烂导演高到哪里去哦,好多导演真的什么 他们给他钱,简直就浪费,知道吧 有些人真的不适合拍电影,赵薇已经算是一出手,简直就是天生奇才,知道吧 有些人真的是天生很适合导演拍片子的人,知道吧 拍片,我是做个电视编导的人,我就是那个那个片子啊,是特别的繁琐的,知道吧 搞一个,就是去拍片子啊,它是个特别繁琐的行为,知道吧 涉及到各个部门啊,很累,你们不要老是觉得他妈的,人家赚你那两个钱啊,真的很在意他妈的 那个,赵薇他们那,就是他老公啊,根本就不需要他出来拍电影赚钱,知道吧 哎,人家愿意创造一个很好的产品给你啊,而且还是,实际上他们只是要认真去炒个股票啊 闷声花带财,你们能怎么办呢?说实在,看不上,知道吧 赵薇,你以为,要不是赵薇真的喜欢热爱电影,你以为多数的大明星他们嫁一个好老公了,说不定早就吸引了,知道吧 没必要跟你们这些人争来争去的,知道吧 他是很认真的,就是拍那个,我感觉他拍那个自清,自清春是个特别认真的一个人,知道吧 以他的身份啊,以他现在的地位啊,他根本就不,因为当导演是很累的,知道吧 他如果不是真的有所表达的人,有所追求的人,知道吧 所以他们愿意当导演啊,当导演是要吃那普通普通演员的十几倍的苦,知道吧 你们不清楚而已 所以啊,不要站着说话不腰疼,知道吧 不要,没出社会就想象别人是钱贵啊,幼稚啊 还有一大堆什么,美国共济会啊,简直是脑残 中国的教育系统培养出怎么会培养出这么一大堆脑残 难以理解,难以想象,知道吧 读了这个二十几年的书,读到哪里去了呀 简直挑楼自杀,算了呀,简直给父一修父母,知道吧 嗯,大家给打了分了,最高分一百分,及格分六十分 诶,你的问题是什么问题,我没看到啊,刷上去了,验诚大亨你问的啥,是啥问题呀 诶,验诚大亨你问的啥问题,没看到,刷过去了,你再复制一遍吧,就这样子 你再复制一遍,因为有很多人就刷屏一下子就刷过去了,没看到呢 嗯,罗安蒂克小王子就不讨论了,讨论这部电影比较累,就不讨论了,就这样子 嗯,因为我前两天讨论了两部电影,一部是阿丹正传,另外一部是社界 我发现讨论这个电影呢,都得把故事情节先说一遍啊,这让我比较繁琐,知道吧 我讨厌复述这个电影的故事情节,就算了 嗯,这个电影的话题我就不讨论了,知道吧 因为他本身阿,罗曼蒂克小王子拍的就比较复杂,知道吧 你不讲情节,你没法好好的跟你们讨论啊 嗯 嗯 嗯